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病初期患者多有酸胀 沉重及顿痛感 晚期出现皮肤萎缩 脱血 色素沉着 皮肤及皮下硬结 甚至湿疹备养 有时可并发出血及血栓性静脉炎 严重影响病人的生活和工作 大隐静脉取胀治疗的进展 目前的治疗方法有传统的大隐静脉活脱术 暂需硬膜外组织麻醉 且血管床损伤较大 卧床时间长 病人痛苦大 病发症发生率高等缺点 目前已很少使用 硬化剂疗法复发率高 有组织反应 目前也很少单独使用 悲創手术采用内帆博脱大隐静脉主干的方法 对血管床的操作 损伤较传统手术方法小 可在脊麻下完成手术 目前激光治疗大隐静脉取胀 是英国血管外科医生 Robert Mann 于1999年率先应用于露传 治疗在血管腔内完成 通过激光烧瘦大隐静脉主干 使其主干闭锁 达到治疗的目的 近年来 随着激光治疗 逐渐被外科医生所认可 及激光设备的诸步普及 为激光治疗大隐静脉取胀 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适应症和禁忌症 目前 此方法只适应于大隐静脉主干病变的患者 而由以下情况应视为禁忌 一 合并系统性疾病 2. 静脉取胀非常严重 3. 血液呈高凝状态 4. 孕妇 5. 一般情况差 数前 应性深静脉通畅情况 及深静脉瓣有无反流 用便携式多普勒标记 交通之血管位置 以便数中将其阻塞 防止不发 手术优点 避免手术给患者带来的风险 由于切口小 甚至无切口 可减少和杜绝感染来源 出血和组织损伤的风险 住院时间短 不影响病人日常生活 病人痛苦少 术后下肢同斑 手术经过 在脊部麻醉下进行 必要时 服以静脉符合麻醉 常规消毒银 常规消毒铺筋 5%的利多卡因 局部紧润麻醉 于内怀上两公分处 用套管针 刺穿怀静脉 若穿刺困难 可做一小切口 直势下 切开该静脉 顺势插入 超滑倒丝 导入5F导管 至虎骨钩韧带下 二到三公分处 撤出导丝 置入光导纤维 连接激光治疗机 在红外光指引下 将激光显微头 送至虎骨钩韧带下 二至三公分处 打开激光机 设定发射功率为12W 每个脉冲时间为一秒 间隔一秒 发射激光 同时 缓慢退出 激光显微 每秒 ECM 助手 用手 沿大引经脉走行 压迫之 使经脉壁备合 取杖团块 不予处理 较大的团块 或交通之 可以结杂 以减少复发 手术结束以后 用大纱布垫 和弹力绷带 加压包杂 患者即可下床活动 肠规使用抗生素后 可出院 弹性绷带 用两周 三个月内 穿 弹力瓦 手术 手术 手术中注意事项 一 选择合适的患者 对于非主干病变 病变程度较重的患者 虽然可以用激光处理主干 但应同时处理交通之 和较大的静脉团块 二 在置入激光显卑时 误入骨静脉 以免造成损伤 在置入激光显卑时 应打开激光源 注意显卑是否沿大乙静脉走行经过 近心端不要超过 腹骨沟韧带下两公分 三 后撤光到显卑时 速度适中 同时助手沿大乙静脉走行压迫之 四 术后患之弹力绷带包杂 感谢观看